謝謝主席在場所有故宮的同仁們 還有記者先生們大家好 有請馮院長 我們請馮院長 院長早 我想您剛剛的報告 讓我感受到您很務實 很認真 基本上我們要求的議題 您都有一一的回應 可是在這裡我還要更進一步的請教 在新的會期裡頭 我們博物館法是優先法案 這關乎到我們未來 故宮從傳統的典藏展示功能 會轉變到用價值取向 去增加它的典藏文物的價值 活化應用這樣的一個功能 這個表示如果這個法通過 以後我們因應要 這個博物館要推展價值創意還有跨域應用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成立專業法人的 然後我們可以去從事文創的授權活動增加盈利 那剛剛您的報告裡頭有講在103年2月5號 我們立法院有做了決議 你也剛剛有詳細的提到你們目前遵照我們立法院的決議 做了什麼樣的步驟 可是我還想要再知道 未來如果博物館法通過以後 你們可以成立專屬公司 那你們會將我們的銷核社 轉型為這個公司法人嗎 包括委員 依照大院的決議 我們是不可以的 是你們是不可以 那是因為你現在是銷核社 很清楚的就是做我們的消費 員工的消費合作的一些福利試驗 但是因為可以去成立專屬的法人 專屬的公司來營運 那你們會不會內部 把這個銷核社的一些基礎 不管是人啊或者經費啦或怎麼樣 來作為一個成立一個公司 另外掛名然後來參與 報告委員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好好清清楚楚的 好那我在想那個院長 在你擔任院長以來 你其實站在這個時代的關鍵點 因為從我們現在博物館法 如果通過之後呢 我們的盈餘會回作基金 然後這些基金呢 其實它可以兼具社會經濟效益 可以成為一種社會事業 我想這樣的一個精神在您領導之下 這個一定要去掌握可以嗎 當然可以那事實上我們現在 顧公博院其中有一個處就叫文創行銷處 很多事情我們都在進行之中 所有的盈餘已經一百年後全數回歸基金了 強調的是從博物館的角色擴大成為社會的企業 這個精神這個院長這個就要去掌握好不好 可以沒有問題 謝謝委員 好 那從我們剛剛講 因為以後會有一個商業化的推展歷程之中 其實我們一直跟中國大陸交流其實還蠻密切 也不可分割啦 在血緣上 但是有關著作權法呢 大陸的確是比較落後 而且也不是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的保護機制就有必要再加強 因為我覺得像上次文元閣的四庫全書這個事件裡頭 我想說不談這個細節 但是本系認為我們故公在事前 並沒有去掌握我們珍貴藏品被倒映這件事 我認為這是事前 然後事後呢 我們在跟他談要聯合授權 然後他們簽是簽了 可是遲遲不付款 所以我們才透過了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跟司法互助的協議來處理 像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頭 我覺得當然博物館裡頭 非常重要的就是典藏文物的保護 然後呢 把它展示 然後推展教育 這些事情要花了我們很大很大的心力 可是對於我們的著作權這件事情 如果博物館法通過了 我們產品行銷到各地的機會 非常審密 非常嚴格的保管的 關於這個文元閣事庫全書 他們不是盜版自故公博物院的原來的 是 我了解 他是盜版在我們71年已經授權 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那一部 所以他們就可以隨他們的方式 大量的複製 不是 當我們一發現 我們就已經 好 當我們一發現 這就是重點 當我們什麼時候發現 我們是主動發現 我們還是被動發現呢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 這件事情報告委員 我們是被動發現的 是 因為它在 淘寶網上行銷 它只出版20 所以是我們自己的人 在淘寶網上面發現的嗎 還是人家告訴我們 檢舉告訴我們 台灣商務印書館 來在101年的元月吧 好 他來 10月來找我們授權 好 所以院長 我今天的詢答時間 因為非常有限 所以我現在要點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發現 是主動發現 是及早發現 還是提前預防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對您沒有太多的苛責 是因為我非常了解 我們每一個人的業務很忙碌 但是這種事情以後 因為它文創商品化以後 會變得非常非常多可能性 所以我們要研讀 我們要強化 這是您內部的作業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故宮南院 您剛剛報告 104年年底 絕對會 那個如期的試營運 對不對 是的 好 那我們是全面 全面囉 不是部分囉 對不對 全面嘛 好 博物館區 博物館我們的20公頃裡面 我們一定是明年的12月底 開館式營運 好 那麼這裡面 我還是要回過來問 你的報告第二頁有說 故宮南院的定位 但是你並沒有告訴我 將來定位在哪裡 他不是將來已經定位是亞洲 他第一他是故宮博物園的一個處 第二 他是定位 你告訴我他 他不要講 藝衣術文化博物館 不要告訴我他屬於什麼 不要告訴我他屬於什麼 我要知道的是 南院未來他扮演的角色 他定位在哪 他定位成為藝術文化的博物館 主要是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 還有八個檔嘛 八個特展嘛 八個展覽是我們主辦的 我們已經在策劃之中 策劃之中 我希望如期 因為這非常重要的一個 愛台十二建設之一 好 另外您剛剛提到說 你們要去強化高科技實驗室 因為我們的文物的保護 是非常的專業跟特殊 可是記得在之前 本席也跟院長有談到一個 就是因為他的人才的特殊性 跟稀少性 他可以跟大學裡面 做一個建教合作 這個事情有沒有繼續發展 有 我們向來在很早以前 我就知道我們的科技是 是跟清華大學的有合作 那現在我們跟中央研究院 這個也有合作 好 這些合作之後的人才養成 有沒有已經有人 到我們故宮博物院來 從事專職的工作 您這個推動的進度如何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展開 尤其你今年是九十年嘛 明年九十年嘛 對不對 是的 好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我們其實前一陣子我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跟國光劇團都已經有接觸 他們也想幫我們編劇 但是現在苦於我們沒有經費 然後協助他們 我也希望那個委員能夠多多支持 像文化部 這個應該是要大家來合作 來促成美式 這對我們國家文化行銷形象很好 但是我認為除了傳統的戲曲之外 應該用更多的不同的劇種 或者是藝術來呈現 好不好 是的 好的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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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